好,我們補充一下如果老師你要,不管是剛剛我們Google找圖 或者是那個文件上傳 你可以按著它,如果你的視窗沒有同時看到的話 你可以按著它丟到這邊,但是在這裡請不要放開 我滑鼠左鍵是一直按著的 我滑鼠左鍵一直按著,拉上來 有沒有,有沒有發現它變一個加號 這樣再放開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圖片也是一樣 那如果您覺得這樣,我手比較不方便 就是沒有那麼靈活,也沒關係 您就把它變兩邊 我問一下喔 請問您現在用的這個作業系統 是Windows 7 還是SP 還是Vista 我們這邊的是Windows 7我知道 那你如果是以前的 待會這個功能不能用 如果是Windows 7 或Vista以後的 你就把視窗 這內建的功能 拉到旁邊 有沒有 你看我拉到旁邊 有沒有編一半 對不對 那這個 拉到旁邊 是不是就編一半 你這樣是不是就看得到也可以拖過來 這樣可以啦 所以這個是那個 你假設要找的話可以用這樣子 這條解也是 但是就記得不要用安一 好 那我們往下齁 我就先把後面這個講完 你如果要跟別人共用檔案 有幾種方式 有幾種方式 一個是說我們剛剛那個單一檔案我跟別人共用 那另外一個呢 是我希望他給他去做下載用的 那一般來的 希望給別人做下載 你總是會E-mail通知他比較多 所以這個我通常會跟我的Gmail做整合 跟Gmail做整合 那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你是那個 跟別人共用的 比如說像我剛剛那個文件 好 剛剛這個文件呢 如果我要跟別人共用 你可以上傳的時候 這裡就有一個共用 或者是來這邊 這裡我先關掉 或者你勾到之後 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共用 對不對 你就可以從這裡去 直接 直接設定說你要跟誰共用 好 那 如果你這裡有把它變為 這個叫做變更有沒有 因為這個我們已經有共用了 所以你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 只要擁有上面這個超連結的人 都可以看 但是這個是搜尋 搜尋已經不會是找到他 也就是說一定要有這個超連結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呢 把它複製起來 拿到裡面寄給人家 或者如果你本身有在用Gmail的 就從這邊直接 他就打開一個新的郵件 幫你寄出去 這樣也可以 好 那如果說你希望 我跟他是共同編輯的 你看我剛剛是不是按了一個變更 這裡變更 變更 這個權限呢 事實上有幾種 一種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只有知道連結的 因為這個搜尋 你不會把這個 納進去 那一種就是 連搜尋你都找得到 就全部都公開了 好 全部都公開了 那 當然私人就不用共用了 哈哈 私人就表示不共用嘛 這樣清楚了 好 那至於說別人的權限呢 如果你希望他也可以編輯的 或加上註解的 那這個 對象 主要是針對誰 主要當然是針對有 Google帳號 就是Gmail帳號的人 才可以 他會收到通知 說 有某一個人跟你共用某一個文件 你可以直接透過那個連結 就直接進去就可以編輯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 那一般來說 其實 我現在比較少從這邊來 以前比較會有機會 但因為現在 他已經跟 Gmail都整合了 所以通常就不用這麼麻煩 我現在講的是 比較標準的方式 那麼 如果我們用的呢 不是這樣子 而是直接從這個 Gmail進來 好 那麼我們進到這個 Gmail裡面 如果你要寫信的話 要寫信的話呢 他在這裡有一個加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叫 使用什麼 看清楚囉 雲端一點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把檔案 你可以先傳到雲端一點也可以 也可以說我現在寫信的時候 才上傳到雲端一點 都沒關係 好 我就從這邊點一下 你看 好 他就 問你說 你是要從你的電腦裡面 把檔案丟進來 還是說你直接從雲端一點裡面 直接找 都可以 我現在呢 就直接從我電腦 因為如果可以這樣 我就不用那麼麻煩 多一個先傳到那邊去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 假設我要丟這個 好 就從這邊丟進來 有沒有 好 我現在是兩個視窗都看得到了 好 直接丟過來 那 好的之後 我就按上傳 那傳完之後呢 他就會直接進來了 等到你要送出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說 這個檔案要不要共用 好 要不要共用這樣子 好 OK 那麼有沒有發現 他在下面這裡 他在跑 在下面這邊會 跑出來 好 在這邊的 那假設我寄給自己 好了 好 那麼當我傳送出去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一件事情 你的 因為我寄給自己 呵呵呵 他在問你說 要不要共用那個文件 怎麼共用吧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 那共用的方式有不同嗎 對不對 你可以是 就是 只能看的 還是能夠編輯的 他問你要不要共用 好 共用的方法是哪一種 那麼這樣 對方收到的時候 他是沒有附件的 他是只有一個超連結 所以你點下去之後 他就從那個超連結再去下載 所以這樣也有個好處 因為 有些那個mail server 如果你的附件很大的時候 他處理 送的時候會很慢 為什麼 因為 他那個大包包 遊走各大mail server 要送到對方去的時候 那個速度會比較慢 那這樣他簡單純 就機會有超連結而已 所以對方收信也比較快 好 這個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的 OK 好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大家囉